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's go 小睿 現在有了嗎 有了有了有了 幹 終於有了 有了 太好了 來小睿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23歲新北人 23歲新北的小睿 來 這個 你現在貴黨這個氣勢如虹 是不是 對啦 算是 國民黨的國民黨青年小睿 我跟網友介紹一下 好那你現在要分 你是要跟我們分享你們現在 選舉嗎還是怎麼樣 分享現在選舉 但是我很不喜歡 我很不喜歡這組獲選人 哦好 那你講你要分享的好了 你要說什麼 呃好 我又說就是 我也是要說選舉啊 就是如果真的 如果因為現在國民黨就是打著戰爭與和平 對 那國民黨是自取為自己能夠帶來和平的那一方 對 對 那 這點上我是 就是 是能相信 對 但是 就是說 我覺得今天 先不論侯友宜他 嗯 之前做了什麼事 我今天就是要來批評趙少康 哦 趙少康 對 趙少康這個副總統 嗯 如果今天國民黨主題是打戰爭與和平 那其實國民黨一直在強調是 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能夠跟大陸做溝通嗎 嗯 能夠 互相交流嗎 嗯 那至少 然後甚至是 遵從九二共識 嗯 然後就可以有談話的空間 嗯 基本上就是這個論調 對啊 對 但是 就是 我想要說的是 就是 呃 趙少康 之前在2020年 就是那時候反送中的時候 他曾經怎麼樣批評反送中 反送中是2019 喔2019 嗯 2019 對 2019 那時候他曾經怎麼批評反送中這件事的 嗯 就是他 他 就是 當時韓國瑜 嗯 他 在選總統的時候 嗯 他從來沒有任何一句 嗯 嗯 阻落 嗯 中國共產黨的話 嗯 我在這邊今天說這件事不是因為說 中國國民黨就不能批評共產黨 嗯 但是你要依據事實去批評 嗯 韓國瑜在 當時的談話是說 嗯 他希望香港政府 嗯 跟香港的人民能夠好好溝通 嗯 可是呢 趙少康 當時有跳出來說 國民黨就是這樣子不敢批評中共 所以 才會被 別人 貼上舔共的標籤或是紅筒的標籤 嗯 可是你要依據事實講話啊 嗯 反送中當時的 那個事情的 那個由來是什麼 嗯 然後裡面又有多少 港獨啊 還是那就是那些黃絲嘛 嗯 想要搞港獨吧 所以才會造成後面一系列的事件 嗯 那 而且趙少康在疫情的時候 他在那個戰情室裡面他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我覺得他說話就是很不精準 然後又常常 嗯 就是 口出二言然後 嗯 又不依據事實說話 嗯 如果今天 中共政府 能夠跟 如果 假設 嗯 侯康懸上了 嗯 如果中共政府 能夠願意跟 趙少康這 B 等一下 溝通 能夠跟他談和平 嗯 那我 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趕快下台算了 一點尊嚴都沒有 我只能這麼說 對 就是 他是副手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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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兩岸談 應該不會他出馬啦 嗯 嗯 但是他自詢說什麼 欸他跟大陸也很熟啊 什麼 嗯 他常常這樣講嘛 那說明他 他也說過他副總統可能會有一定的實權 嗯 就是他自己在新聞上這樣講 嗯 那侯友 侯友宜的話基本上就 他就是那個老樣子 就喜歡走中間派嘛 我自己是本身也是很不喜歡他 當然這都只是我情緒性的發言 對 就是我不喜歡這一組候選人 對 可是我還是 就是要說選舉其實還是很重要 就是嗯 民主這件事情 嗯 就是在考驗人民的素質嘛 嗯 但是我覺得現在 這個呃 台灣的人民 他們的素質還沒有 就是達到 真的可以完全落實民主 嗯 對就是沒有 沒有辦法讓他達到一個好的效果 嗯 至少現在選來選去我覺得都是在 抵爛的 嗯 對 至少在我心中是這樣認為 那我只是想要上來就是講一下這個 抱怨一下是不是 那但是你雖然很不喜歡你們黨提名的這一組候選人 但是你你投票你還是會投他們吧 呃 他說你看我被開除 哇操 這本來就是選擇比嘛 我政黨 我政黨票會投 我政黨票會投國民黨 嗯 但是總統候選人可能就不投了 真的假的 對 對啊 那不然賴賞要當選呢 賴賞當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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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代表我要讓另外一個壞人當選 哦 哦 ok ok 對啊 真的假的 你總統票不投嗎 不投不投 這個是 就是 到時候你還有被開除啦 哇操 我覺得我要被開除 好啦好啦 你不要講 你不要講那麼武斷 你講你總統票 可能 就 不投 但是也還在觀察考慮中 好不好 啊 對 對對對 我國民 這次的總統票選舉 我 還在觀察考慮中 對 我不一定會 對 不一定會可能不投 但是你還在觀察考慮中 希望之後 趙趙剛跟侯友宜 他們的表現能夠 更符合你的期望 好不好 你其實這樣的話就不會被開除了 幹你搞政治的 都不 還要我教你 不是不是 我又不是要上去選舉的 我進去這個檔 是為了想要改變這個檔 但是你總要會講話嘛 講話的藝術好不好 拜託 對 但是侯友宜和趙少康之後 是不會變好的 這個我就 靠杯喔 你不要再跟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教你了 我也想順便講一下 好你說 我想順便講一下那個什麼 柯文這樣 好你說 對 就柯文哲他 就是在意識形態上 他跟我有很大的不同 嗯 可是 我剛好他在台北市執政那幾年 我也是住在台北市 嗯 他是做的還不錯的 就是像是我那時候住 那時候我住三重 嗯 然後他 我記得他那時候是 那個那個叫什麼橋 三重往台北那個 中校橋 重新橋 好像是中校 中校 中校 然後他那個改道 然後後面就整個變得很順暢 嗯 那個是我很有感 OK 對因為我那時候常常從三重 跑去台北上班 嗯 嗯 就是在做事情這方面 我是認可他 可是他在意識形態上面 嗯 他心中 他心中沒有國家 嗯 所以我也是不會偷他 但是我覺得他 在做事情 就是做事這方面的能力 其實是值得讚許 嗯 對 我反而 我跟你反而持不同意見 因為我也是台北人 啊 我家 我常跑東區 所以他的大巨蛋 讓我很失望 啊 所以我覺得他做事 而且東區有一些建設 我實在是覺得 不行 比如說國泰醫院周周圍有一圈 他是人 之前是人行步道跟那個 腳踏車道一起的 然後就是 就是旁邊有很多老人家 還是什麼什麼 反正是小孩子 老人 然後還有病人 在那裡走 然後還有車 其實蠻危險的啊 那柯文哲 市長那麼多年也沒改變 啊 講完當選以後 我現在一年嗎 我前一陣子走那邊走 他鋪人行道了 啊 這些小地方 我不覺得柯文哲 在我個人的台北市民的感受 我不覺得柯文哲做的好了 啊 啊 沒關係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感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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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 就柯文哲 他其實大概 他其實大概就那樣 然後他 藍白河 我覺得藍白河這件事 很多人可能都 都要怪什麼 呃 朱立倫和侯友也什麼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不開心的話 你當初就不要簽字嘛 沒錯 就不會有那些事 他只要不簽字 就沒有那些事 對 我覺得就我覺得這個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可是 有很多 就是我看網路上的輿論 基本上都是在罵國民黨 可是我反而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 嗯 可能怎麼公佈簡訊啊 這個都是一些個人的小手段 可是我覺得這個 不足 就是不足以就是去蓋過柯文哲 你自己簽了這個字的事實 嗯 畢竟你是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你簽了這個字 你要對你自己的行為 做出負責任的態度 可是 在 在我看到 你在面對這件事情上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 就是閃避 對 然後 那個 敲邊側鼓 然後就是 怎麼講 就轉移焦點嘛 然後讓 炮火集中到國民黨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可取 對 就跟之前他利用 民進黨選上台北市長 然後呢 在 然後現在呢 反過來利用 這個 就反過來利用 國民黨的一些 比較小 就一些小動作 然後 反過來掩蓋他這件 牽制的 這個事實 但我覺得這樣子做 就是 可以看得出 他人品也不是一個多好的 我自己是這麼用 嗯沒錯 對對對 大概就是這樣 好好好 謝謝小瑞啊 謝謝小瑞 你還有一個多月 好好好好觀察 考慮 不要那麼快下決定 好 OK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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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來 下一位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 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